卫健委的一个主任被查 当然是原主任啊 这这个园园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啊 挺漂亮 大美女 大美女 我给读读啊 这个啊 5月11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 国家卫健委人口文化发展中心原主任凤文 涉嫌严重违纪委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 卫健委纪检实处 纪律审查和河北省保定市监委 监察 调查 秦文曾长期在国家卫健委直属事业单位 人口文化发展中心工作 该机构 设为设处的私局级单位 多次与卫健委宣教中心等联合开展活动 公开报道显示 2016年1月 凤文已担任国家卫生计生委 人口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同时他还是一名作家 高级记者 卫健委人口发展中心 成立于2006年8月下辖中国家庭报社 青春期健康编辑部 中国爱华影视中心和北京国人天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人口人从事人口文化领域的宣传科普等工作 其中爱华影视中心曾拍摄过一些院线电影 包括2017年的老公去哪了 黄花糖往事 还拍摄过电视剧 私处像 甜蜜使命 军医 军医装饰华 军医综艺动画片 大一天下张宗景 等 2020年还和广州雷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制作MV凯旋 2019年 秦文开始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发展中心原主任的身份参加活动 这是近半年 国家卫健委直属事业单位第二个被查的官员 去年12月底国家卫健委干部培训中心 即国家卫生健康委党校的纪委书记张志接受了调查 这些的电影割我的韭菜也割不上我不会看 但这个电影割不上我的韭菜 其他的会不会割上我就不知道了 啊 现在这个卫健委 非常的这个 紧张让人感觉是吧因为疫苗的问题吗 大快人心的 这个好消息啊 我给大家再找找看看有没有其他好消息啊 哎呀 好消息少了以后啊这个心情不愉快 好消息多一点呢 哎 心里就好受的多啊 这个说什么呢 这个说 呃 学校 食堂啊 人民网报道的中学副校长要求学生至少会做四菜一汤 5月10号的陕西西安一个中学的学生正在上彭任课 副校长介绍啊 从2018年开始啊 就开始要求学生们会四菜一汤了 哎呀 评论的人非常的荣誉啊 啊 说这个 啊 什么 啊 资词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事物质教育 小朋友的好多课 容易将来 用不到 搞那些个花花摇摇的题目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课堂上多传授一些有用的技能 道德教育要重视啊 比如不遵守社会规则家暴啊 从上学的时候就应该教育啊 应该对这种种错误有羞耻感啊 呃 然后有朋友说你实在点把这些个东西加入大学啊 这位朋友说了 说大文但是我这个提醒一下啊 说这个不是每个人按照你定下的标准全面发展 教育是人才是教 作为一个所谓的教育者 请这个你尊重每个受教育的个性 啊这个朋友说了 说饭卷炒鸡蛋饭卷炒西红柿 饭卷西红柿炒鸡蛋饭卷炒鸡蛋 还有西红柿鸡蛋汤等等等等都给我上 啊这个朋友说了 你只要给足了这个食材 我给你搞一个满汉全席都可以 啊我个人理解的是啊 这个啊 我我知道的吧 别说我理解的吧 古希腊的精神是学校是知 啊 就是 这这个知呢是在你本身女生俱来的 老师呢就是 搏动你的心弦啊 好像是打拳击的那种陪练的给你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自己的 但是 是老天爷杀害你 然后大学这个理解呢就是这个 宗教里面 啊就是知识 知识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啊 然后呢 好像是靠近了什么善恶的这样东西 可见这个善恶这个东西 是 啊 呃 善恶这个东西 呃看来是一个这个 宗教类的东西 所以说学校里面特别强调 啊这个 啊 善恶这个事儿道德这个事儿 他恰当不恰当 是吧你要按照那个古希腊精神就不恰当 都是谈逻辑的谈头脑的一个地方 他不是谈道德的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啊 啊谈道德也可以宗教学校 呃香港好像 呃 都是这样 他具有这个宗教属性的这个学校 他一周有几节课 比如说你有佛教 佛教学校他有佛教课 但是这个东西他有没有一种说即便是有宗教含义的是不是具有强制性 这个都也是个问题因为 ISIS学校肯定是具有强制性 今天给你一个 教规 必须按照这个执行 你说这个跟法律有冲突 法律的还听我的 是吧 啊这个 啊这个 是不是这些个问题吧 这个算不算好消息我也不知道 啊 啊 这位朋友呢写了这么样一个奇怪的东西 他说这个 英国卫报报道的俄罗斯士兵呢 拒绝在乌克兰参战 为什么这样选择呢 他说这个 俄罗斯啊并没有和 乌克兰呢宣战 啊没有宣战的话呢 啊你这个 当逃兵说受处罚非常的轻啊总比丢命抢啊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这个俄罗斯士兵啊 说这个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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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啊 啊这个 不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 啊 啊这个朋友写了一个什么呢 他说这个 这个马斯克呀 说夫妇灰金如土 啊 叫 金陵国劍 上面那个刚刚说说那个朋友叫 A视频啊 就是 LUCA视频界 啊他说的 这朋友说马斯克 灰 灰金如土 穷奢极欲文明天下 而且根据最近的一项民意测试呢 小马斯克的支持率竟然超过了起义后的四位总统 评论家为此惊呼马斯克这个死了十余年的腐败总统要在 菲律宾复活了 好像这个 小马斯克当选了好像是啊 当选了这个 啊 新的这个菲律宾总统了 啊 这有一个 很长的这个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能不能说这个东西 这个新闻是中国新闻网报道的就是上次好像卖猪肉的 那个家伙 搞得自知也是假的 玩得乱七八糟的 啊 就是那个猪肉案 啊 梅龙镇的问题猪肉案 协议人已经开始批捕了要坐牢 啊 那好像没有提到 工作人员是吧如果工作人员不配合他们不是再大他也行不起风浪啊 啊怎么没有讲那些了呢 这让人费姐啊 费姐费姐啊 俄罗斯呢要制裁欧洲的天气公司 这个奇怪了你现在你你你你不只卖天气吗你要制裁人家 啊 嗯 这是什么意思啊 第一财经日报啊 俄罗斯联邦政府11日发布的新的制裁清单涉及31家俄罗斯天气设备公司 在欧洲美国和新加坡的子公司或者合作方自己制裁自己呀 声明 没收 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说 招日新闻 说的啊 日本劳动省 召开专家会议有学者指出不明病人 而 造成的儿童病例可能是奥米克戎啊就是现在不到处都说那个肝炎嘛小孩子 不明肝炎全球已经缺者了321例 儿童肝炎日本报告了有7例 由于野私方面的问题 日本政府并没有透露确确的年龄地点性别 京都大学教授西普博对此指出出现不明确儿童肝炎病例的国家中 奥米克戎感染者相对较多 这种肝炎可能和奥米克戎病毒株有关 哎呀 你看 这个真的不好 这里又要报道又在说这个学校四餐一趟教孩子们哎呀你天天说这个你说教学的那个福利均平一下好不好 让孩子们可以这个自由的读书好不好 是吧 啊就不要搞什么外地来子女什么打工子女不愿意读书那个事好不好那个才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吧 这个都是皮毛的事 就是这么多啊 谢谢大家 吃饭了 吃饭